自在了 这个诗四红诗音乐里面烦恼就断尽了 烦恼断尽了 成就自己的德行 成就自己 真实的智慧 根本质 然后再去试剑 众生无边是原土 可是众生 种种更新不相同 种种程度不相同 种种形意习气不相同 决定不是一个发门能够铺度 所以一定要去修学 无量发门 这个第三院才 发门无量试验学 学那么多发门干什么 是为了杜众生的方便 是岸桥方便 成就后得之 也就是我们常讲 无所不知 真正达到无所不知了 你才能够横顺众生 才能够应激说法 才能够广度友情 所以你要发广大心 烦恼断的时候 一定要发广大心 要度尽虚空变伐界的一切众生 还要发歌 等虚空伐界 无不罔顾 你要发五宾心 心虽然发了 要幅度尽虚空变伐界 一切众生 但是你得要去 你坐在家里发心 不行了 没有用处 你要去 去当然很辛苦 特别是 我们现在 还没有其入一阵法界 还没能入波尔法门 我们现在还是凡夫 凡夫没有佛菩萨 那么真实 可是要接近 相似 因此 我们一定要 牺牲自己的享受 牺牲自己的安乐 哪个地方有情 立刻就要到哪里去 不辞心劳 不能够贪图享受舒适 这才能行菩萨道 便宜 不停 会 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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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